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特石油产量的50%,由此触发了有关油价大涨的担忧 不过,在我们看来,新闻只能决定短期走势 如果想要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琢磨明白这次袭击的操盘手是谁 首先,坊间很多人认为是沙特自导自演,目的是拉升低迷的国际油价 不过我们认为可能性趋近于无 上个月底,沙特将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部 拆分为工业和矿产资源部与能源部 目的就是为了加速推动沙特阿美这家号称全球赚钱的公司尽早上市 阿美IPO的背后是沙特庞大的王室已经拖垮了沙特财政 沙特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摆脱对石化的依赖 因此,阿美上市的股价对于沙特王室极为重要 更高的股价才能让出售的股份换取更多的资金 才能让沙特能源部通过质押股份从全球资本市场借到更多的钱 所以呢,虽然国际油价对于阿美股价很重要 但是沙特的能源安全更为重要 要是几架无人机就能让沙特阿美断油很长时间 那么阿美的股价就会被重新建立估值系统 而这就能够得出几个结论 一方面,沙特撒勒曼家族肯定不是此次袭击的主谋 另一方面,沙特人就算再懒 萨勒曼家族也会勒令尽快修复设施 所以,今天很多媒体表示的轰炸会影响数周 肯定是某些组织故意释放出来的假新闻 就跟昨天文章中那些经济学家一样 都是在替那些希望油价大幅上涨的主子们说话 嗯,沙特的萨勒曼父子首先被排除了 那么会是美国人自导自演的吗 特朗普跟沙特·萨勒曼家族几乎是穿一条裤子的 去年年尾的沙特记者谋杀案中 特朗普几乎是以虽千万人无网以的姿态 死保小萨勒曼 因此,就算特朗普想要搞事 也不会选择以损害铁杆盟友的方式 更不要说即将进入大选期间 特朗普也不希望油价暴涨 而国务卿蓬佩奥从来不会跟特朗普顶着来 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刚刚被特朗普解除职务 因此可以判断的是 这次空袭不会是美国白宫高层决定的 最起码特朗普肯定不知情 既然不是沙特的撒勒曼 又不是美国的特朗普 难道是伊朗总统鲁哈尼 当然也不是 近年来,在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之后 伊朗的鲁哈尼政府一直在国际社会上 寻求与美国的缓和 法日德与俄罗斯等国 更是在帮助鲁哈尼政府跟特朗普尝试重建关系 对于伊朗政府来说 随着中东最大的灾心博尔顿被拿下 在刚刚结束的七国吉堂峰会上 马克龙也费极心机把伊朗一邀请了过去 可以说近期形势那是一片大好 美伊双方的谈判出现了一个很美好的契机 而且对于伊朗政府来说 尽可能的在触碰红线的情况下 开启会谈是当务之急 否则美国经济封锁压力之下 会使得国内宗教和军方势力更加不可控制 对比一下朝核谈判就会明白 在美国鹰派占据主导的情况下 朝鲜核试验与导弹试验毫不离惜 但是一旦特朗普展现出来了谈判意向 朝鲜就会变得特别克制 甚至上个月连抗议韩美军演放个导弹 都要提前告诉特朗普 为的就是不给美国的鹰派 制造打击自己和破坏谈判的机会 因此此次空袭伊朗政府肯定是不知行的 否则一定会不惜代价的阻拦 那么就有意思了 沙特撒拉曼家族 美国特朗普 伊朗家族 三方都不愿意调事 可为啥还是出现了这一波造成严重损失的轰炸呢 原因很简单 虽然沙特撒拉曼家族不愿意搞事 但是撒拉曼家族上台以来 被他们家族疯狂打击的其他王室成员 是愿意看到他们吃瘪的 虽然美国的特朗普也不愿意搞事 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 大幅进行的战略收缩 使得美国的军方 情报机构 以及军工能源集团 是希望看到中东乱起来的 虽然伊朗政府极力避免与美国和沙特产生冲突 但是伊朗国内的军方和宗教激进组织 并不希望美伊就这么和解 用中文通俗一点解释 中东地区的鹰派们都在怒吼 陈等正遇死战 陛下何故先降 因此 就像中汇与姜维这对鹰派老对手 最终选择联合起来一样 此次沙特尤田的轰炸 大概率也是中东各方鹰派的一次默契 在少数伊朗军方的默许之下 也门的胡塞武装 与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 发动了这场空袭 驻扎在中东的美军 虽然情报上很可能早已截获此次袭击 但是却选择了仰扣自重 并没有选择通报与拦截 沙特众多被萨勒曼家族收拾的王室成员们 此时也很可能在妥妥塌塌地 等着看萨勒曼家族的笑话 毕竟沙特跟野萌的胡塞武装已经打了这么多年 双方积累下了巨大的仇恨 如果胡塞武装真的有能力大规模地打击沙特的油田 人家早就通过大规模打击油田 逼着沙特阿联酋退兵了 不至于等到今天 而且此次打击选在了周末 证明了不会是大型团伙行为 否则选择交易日 配合金融部门在国际市场上做涨国际油价 他们赚的会比卖石油还爽 更不要说从事后各方的反应来看 美国伊朗沙特三国政府都没有第一时间发声来争夺舆论的话语权 很显然大家都是一脸懵逼中 那么接下来的伊朗沙特局势会怎么走呢 由于中东各方内部的鹰派都不希望中东的被缓和 因此近期类似的事件很可能还会继续发生 但是随着美国的超级鹰博尔顿被拿下 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强势派缺少了一个能够统筹各方力量的人物 因此接下来的中东政局短期内很难出现引爆各方矛盾的组合拳 而全球有能力对伊朗开启战争的只有美国 但是特朗普明年开始又必须降低地缘冲突 并遏制住国际油价没有开展的动机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 这场令沙特损失惨重的空袭 虽然舆论矛头还会激烈指向伊朗 但是美国很难启动新的大规模制裁 特朗普估计会选择妥协 以从谈判桌上寻求补偿 而一旦丧失了超级鹰的特朗普 在伊核问题上开始怂了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朝核与贸易谈判 都有着非常好的指导作用